测试电的时候用高压探头 从上线板上引出的零线火线 这是高压探头 黑夹子接的零线 然后信号线 那个是接的火线 然后输入到这边 然后注意 得用笔记本电脑 一定是不带电源 不带适配器 得用电池供电 然后它是一个针弦波 50Hz的针弦波 大概缝红值是600多V 50Hz 这是100比1要乘100倍 635V 千万要注意 用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供电 不要带适配器 这是用新作的隔离插分探头 测4.220 但是测3.8的原理是一样的 从插线板220分波的零线火线 然后这是一根探头过来 这是一个新作的隔离插分探头 然后接到设波器上 从这个扩展口接进去 它就会在B通道上形成波形 这个现在的波形就是那个220V的波形 但我们一会儿 它是隔离插分的 所以它从这边开始 这边完全是我们的B系统 这边完全是他们的B系统 就是你接零线 哪怕这两个探头对调也是没事的 它是隔离插分的 我一会儿把这个对调 起来看一下 好 现在我把刚才的这两个对调了 对调了 那它是因为是隔离插分的 所以它这边的B系统 你的黑的接谁 谁就是B平面 那它这是就反向 其实我们现在它这边的D是接的火线的 它的信号是接到零线上 但是我们这边的D系统 是跟电脑的D是一个D 从这边 好 开始 现在我换了一个探头 就是标配的乘一乘十的探头 当然我们用这个时候 用这个隔离插分模块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这种探头 也可以用刚才 对的这种 可能测别时刻测高压的这种 有这种探针保护的 这种 当然我们可以用标配的这种 因为每个设复器会有两个通道的话 会标配两个这种探头 可以直接用 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测 当然跟刚才的那个视频一样 这两段也是可以对调的 因为你有这种隔离插分模块 它的D系统 这边的D和这边的D是合理的 它这边接神 黑夹子接到哪 那里是它的D 那我们这边的D 是跟计算机的D是一起的 这就是220V实电的波形 50赫兹 复缝纸是630多V